大家好,我是马之,带你一起双说动漫的次元 近期我马之突然觉得好想要重新补回我童年时期很喜欢的动漫 相信喜欢动漫的大家有时候也会想要重看龙珠啊,猎人啊之类的动漫吧 其实真的很遗憾,很多好动画其实在我们阿宅的一生中 其实真的就只是看过那一次而已 就一直存在在我们的记忆直到我们长大 最近就是这种怀念的感觉特别重 所以才会无视新翻去看了旧翻 而我这两天就重看了这部 《蚂蚁姨》我是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对我来说既然已经看了却又不把它变成影片的话 就等于是浪费了看动漫的时间啊 所以我决定做个《蚂蚁姨》第一季完整解说 都这么旧的动漫了,应该没有人会说我剧透了吧 我是真心希望有看过的观众可以留言和我一起聊这部作品 当然如果新观众看了喜欢的话 不妨去看完整动画那就更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啦 では行きましょう 《蚂蚁姨》是一部讲述12位被选中的少女们 也就是姨 被逼和彼此战个你死我活 最终只能留下胜利的一人 得到主意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动漫作品 刚开始还比较像是热血战斗番 但剧情越接近结局死的人就越多 负面的情绪和伤感更是可以影响观众的情绪 但是个好结局 所以一些怕悲惨剧情的观众可以放心的看下去 集数总共有26集 1-15集讲述的是 姨妹们打怪揭晓各自的能力 之后于想要利用姨妹的能力 支配世界的西亚斯财团战斗 16-26集就是本作最刺激 也就是姨妹们互相厮杀的剧情 简单的科普了设定之后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剧情解说吧 五一和乔海两姐弟之后简称五一和弟弟 两人正搭传到新的城市 目的是转校到风华学院 因为弟弟有心脏病 而且风华学院有提供奖学金 母亲去世后就卖掉房子 姐弟两转学过来这里 为的就是帮弟弟医病 但五一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是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红色星星 这时候看见海上漂浮着一位少女 大家就赶快把她救上来 她就是姨妹之一的美代蜜 简称小猫 手里还拿着一把名为迷勒的黑色大剑 这就是她的元素武具 五一在帮小猫做人工呼吸的同时 就发现了她手臂上有和五一一模一样的印记 这就是被选中为姨妹的证明 这里就遇到了本作的男主 顿又一 简称男主 和她的青梅竹马中相思凡 简称四马尾 没想到晚上就遇到了第三位姨妹 也就是九我下树 简称下树 目的就是前来阻止小猫前往风驾之地 也就是风华学院的所在地 她变出双枪和小猫展开了战斗 还召唤出紫兽杜兰 背上拥有双炮的狼型怪兽 之后简称狗狗 这就是姨妹完整的战斗方式 姨妹本身会手持元素武具 再召唤出紫兽和自己一起战斗 战狂越发激烈 小猫还直接把船砍成了两半 逃生的五一碰巧被卷入他们的战斗 还得知了自己拥有姨妹的能力 这时候夏树也说 天上的红色星星 就是只有姨妹才能看到的原星 之后简称红色星星 五一和小猫双双掉入大海 起身的时候已经在风华学院里 被学生们围观 真相其实是五一的紫兽家具土 简称火鸟 把他救过来这里 之后五一被学生会执行部长 朱舟成瑶审问 简称执行部长 但却没得到一个结果 这时候五一得知弟弟平安无事 学生会长藤乃净流 简称会长 也帮五一把这件事情小事化无 五一他们也正式开始了新的学院生活 当然20年前的动漫 还是要有一些定番的剧情 也就是和男主同班 午餐时间 五一和同班同学们用餐的时候 竟然发现夏树也是风华学院的学生 同时小猫竟然从保健室逃了出来 因为胎儿偷吃了极辣咖喱面包后 在学校到处乱冲 一直在寻找小猫的五一 误打误撞就遇见了这学校的理事长 风华真白 简称小白 和她的女仆基叶二三 简称女仆 之后五一找到了小猫 还主人拿手的拉面喂饱了她 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好 小猫还透露了自己的目的 是寻找失踪已久的哥哥 同时知道五一一整天没上课的弟弟 到处去找姐姐 却正中颜值的圈套 也就是本座的反派 放出孤兽追捕弟弟 目的是让五一觉醒昔美的能力 知道这件事后 夏树直接载着五一去救人 目的地是火鸟的封印之地 战斗的同时小猫也参战 为了保护弟弟 五一解开了封印 接收了火鸟的力量 用几具破坏力的咆哮攻击 把孤兽给干掉 五一也正中下怀 觉醒了能力 小白知道事情 已经不能再隐瞒下去 就把五一叫来 揭穿自己 完全知道昔美的事情 把他们聚集在风华学院 是为了击倒孤兽 但其实这是一个骗话 小白有更深远的计谋 小白也让小猫 就读风华学院的国中部 让五一和小猫当室友兼保姆 下述也表示 既然小猫和五一都已经到了这里 也没有再和他们敌对的必要 三人目前可以说是同一阵线 五一除了上学以外 还在附近的餐厅打起了兼职 毕竟还要兼顾弟弟的医疗费 同时打工的同事里 有一对很恩爱的情侣 也是同校生的日木倩 简称短马尾 而他的男友昌内河野 简称男友 还有一位一直打破晚叠的三浦币 简称主任 这里先透露短马尾和主任 也是姨妹 现在五一每天的日常 除了上学就是打工 以外还要照顾弟弟和当小猫的保姆 这里我们先来聊聊五一的往事 弟弟从小就患有心脏病 母亲早已去世 临终前还把弟弟交给了五一 让他无心中有了一种责任 把自己的人生 变得为了弟弟可以牺牲一切 一直打工赚钱不止 还拒绝了美好的校园生活 好在班上的同学都非常地关心他 说到弟弟的话 目前是跟全国中部最受欢迎的男生 围久其精 显称忍者 住在同一间宿舍 还被妇女们想象成男门西批 一天五一送弟弟去医院后 回宿舍的路上 察觉到有孤兽附着在巴士上 追上去才发现意外已经发生 这时候下宿出现让五一藏起来 并解释自己 其实在追查名为一番地的地下组织 一番地就是主导十字记的地下组织 其强大甚至可以主宰国家 和刚才提到的反派严子 理事长小白和女仆 这三人就是一番地的下属 为的就是让十二位姓美聚集在风华学院 让他们进行十字记 也就是互相残杀的罪魁祸首 而下属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追查自己最爱的母亲的死因 并向一番地复仇 而母亲生前是一番地的研究员 之后五一到医院去包扎伤口 一下子太多事情发生击垮了他 在医院门口遇到的男主还崩溃大哭 两人的对话让五一感觉又能再坚持活下去 五一的事情就先告一段落 一天四马尾让男主帮忙找人 到他爷爷的神社去帮忙婚礼仪式 男主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五一 还找了弟弟和小猫一起来帮忙 巧合的其实在餐厅打工的主任 也看上了这神社里隐藏的秘密 其实主任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考古学家兼提美 趁乱潜入神社里的仓库 研究在里面的封印之门 工作结束后大家在神社住了一晚 准备明早的结婚仪式 这时候四马尾居来拜托五一 不要把男主给抢走 还半逼迫地让五一从中协助 把四马尾和男主凑成一对 五一没办法之下也只好答应 这一段剧情就是动漫后续的最大悲剧之一 明早在婚礼仪式进行的同时 主任不小心解开了门的封印 出来的竟然是孤兽 主任揭露了自己是姫美的身份 手持俯枪的元素舞剧 承受名为二天王的子兽 之后简称犀牛 高速冲击将孤兽给消灭 隔天就成为了风华学院的日本史老师 暗地里真正的目的是调查姫美的真相 接下来轮到小猫的往事 小猫半夜在外游荡 回想起老爷爷告诉他 一直在寻找的哥哥就在风驾之地 所以他才会来到风华学院 身上的项链就是小猫和哥哥唯一的连接 这时候他发现同校生结成奈婿 简称卑鄙女 竟然在勾引男人 才发现原来卑鄙女一直都在利用姫美的能力 拘束并抢夺男人们的钱财 他的元素武具是一对爪 此寿司巨大的蜘蛛怪物 名叫朱丽雅 简称蜘蛛 小猫想要上前阻止 但性格单纯的他 竟然被卑鄙女的花言乔语给迷惑 两人一起抓男人找哥哥 顺便夺取钱财 颜子为了让十字祭顺利进行 就让五一知道这件事情 晚上五一出门去找小猫 协助寻找的帮手 还有弟弟 忍者 夏树 还有学生会副会长神奇骊人 简称神奇 当小猫觉得绑架男人不好 正感到后悔的时候 就被五一和夏树撞见了这一切 卑鄙女的姫美身份暴露 就连在附近喝醉酒的主任 也被颜子牵线到这里 目的就是要让姫美们见面 卑鄙女一个不爽就让大楼倒塌 小猫被神奇救了 还被小猫误以为是自己的哥哥 之后小猫和五一和好 两人因为这件事情被罚去教堂打扫 这时候就触发了接下来的事件 就是小学部合唱团代表的爱丽莎 简称金毛 她是接下来的敌人西亚斯财团 所制造出来的人工姫美 称财团董事长为父亲 现在正式进入姫美对抗西亚斯财团的篇章 今天是风华学院创立季 出于学生会的职务关系 男主和神奇碰巧遇到了五一和弟弟 世人就到图书馆去搬一些备用桌椅 不小心就掉入了图书馆的底下 发现了柱子神坛 这段剧情里 神奇还对五一展开了追求的攻势 之后弟弟被颜子放出来的孤兽袭击 五一前往救援 让神奇知道了她是喜美的身份 与此同时 短毛伟今天正要向男友说出自己是喜美的事实 原因是在第五话 孤兽袭击巴士的事件里 是短毛伟击退了孤兽 却让同班同学生忧 简称人造人 撞见了这一切的发生 知道再隐瞒下去也不是办法 为了不被告状 而选择先向男友说出事实 还在男友面前召唤出了虎形紫兽 简称老虎 击退了孤兽 但万万没想到这时候人造人出现 左手变出利刃地刀捅穿的老虎 原来人造人的真正身份 是神父所制造的机器人 称神父为父亲 也是西亚斯柴团的最强兵器 老虎被杀 难有瞬间消失 原来被选为喜美的代价就是 只受被毁灭的话 该喜美最重要的人将会同时死去 也就是意味着喜美就是为了所爱之人而战 多么悲惨的结果啊 短毛伟也当场发疯 这件事情也让颜子很困扰 因为西亚斯柴团和一番地属于互相对立的组织 而西亚斯柴团的主要目的是 想要得到红色星星的力量来操控世界 转眼就到了暑假 雌星部长邀请学生们到他家的第二四五栋别墅去开派对 这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知道 神奇和五一正处于良好的关系 四马尾还特地在男主面前大声说会支持神奇和五一的恋情 就像五一答应过支持四马尾和男主在一起一样 这很明显就是壁持的行为 刻意破坏五一和男主之间的关系 出来善心的五一 预见正要潜入一番地废弃设施的夏树 就连小猫也跟了上来 这里就是夏树妈妈的研究室 找到的是印有一串号码的娃娃 调查结果竟然是来自于研制制药和西亚斯财团 母亲是一番地的人 但又为什么和对立的西亚斯财团有关系呢 下一话的故事比较日常 所以简单带过 弟弟要感谢五一长年以来的照顾 特地帮他搞了个生日派对 但不巧得被金毛召唤的孤寿袭击 忍者挺身而出保护了弟弟 暴露自己是喜美的身份 原书五句是长行苦无 只受名叫圆内 简称青蛙 忍者生于忍者世家 身为父亲知道希美的命运 所以从小就把忍者当作男儿生养大 这件事以后和弟弟进入暧昧关系 最近学校传来吸血鬼出没的传闻 其实真相是神父的计谋 让金毛放出孤寿 抽取血液样本寻找希美 不巧得被四马尾和男主遇到了吸血孤寿 好在有忍者的帮助让两人逃跑 知道这一切和五一有关 男主就去问个清楚 这时候就传来了尖叫声 感觉看到的竟然是同班同学倒在了地上 和守持着弓箭的浅层修女 原来一直待在神父身边的修女 觉醒了希美的能力 真相是女同学被吸血孤寿袭击 正好路过的修女用弓箭赶走了敌人 她的指寿是名为圣马神的独角兽象棋 简称独角兽 能力是制造幻觉迷惑对手 执行部长审问修女 但问五出个答案 正要把修女交给校方处理的同时 会长终于开口帮她解围 其真正原因是因为会长也是希美 同时夏树也来找会长商量找到线索的事情 可见夏树非常的信任她 但却不知道她是希美的身份 目前修女的心里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 一直深爱着她的美术老师就趁虚而入 成为她强力的臂弯 在夏树的调查之下 知道了教会地下就是神父的本营 没想到一不小心就被人造人给急晕 再这样让西亚斯彩团得力的话不是办法 小白拜托了一名新角色的帮手 那就是一直待在执行部长身边的干部 橘穿雪姿 简称眼镜妹 虫形她也名为戴安娜的紫兽 简称毛虫 拥有非常强大的侦测能力 在用禁止的元素舞具观察侦查结果 立刻就找出了细血孤兽 同时也发现夏树被金毛他们给抓住了 立刻就通报给武姨知道 带着小猫赶往救援 和西亚斯彩团的正面交锋正式开始 只是一个人造人 就拥有远超过希美们的战斗力 细血孤兽被活鸟给打倒后 金毛就用头发作为闪光弹逃离现场 回去之后因为神父屡次执行失败的关系 财团输回神父的权利 把财团的处愿交由金毛全权掌控 事后五一等人第一时间就是告诉主任 这时候主任透露自己的研究结果 才知道每300年就会选出12名希美进行厮杀 最后的优胜者才能得到元星 也就是天上的红色星星的力量 近期当地的魂想祭典就要开始 传说只要把喜欢的人的名字写在缎带上 然后系在学院的水晶宫的栏杆上 这段爱情就会成真 其真正的故事是很久以前 希美们为祈求自己能再和心爱之人相见 把自己的头巾绑在 生长在水晶宫这个位置的大树上 毕竟战败就等于心爱之人将会死去 没想到神奇竟然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邀请五一一起参加魂想祭典 简单来说就是一起逛夏日祭 同时男主的心挂念着五一 和四毛尾处于单恋男主的状态 正式形成了四脚恋的关系 四毛尾决定在魂想祭典 献出自己的身体 没想到竟然被两人看见神奇趁虚而入 正在攻略五一 男主忍不住大喊坏了神奇的坏事 让四毛尾彻底明白 男主和五一其实是爱着对方的 让四毛尾蔽此心爆发 从这一刻开始打从心底憎恨五一 就在这时 天空降下了一束聚光 把海上的大桥给炸了 是金毛控制他的紫兽 也就是人工卫星阿提米斯 现在就要拿下风华学院 这里就要解释一下原因 在十字祭进行的期间 十二位亦美厮杀后胜出的一位 将或于通往黑药宫 得到红色星星赤鱼的力量 而门就位于图书馆底下 目前风华学院是一番地的地盘 所以西亚斯彩团就要在十字祭开始之前 把风华学院弄到手 第一时间就是派兵去武力镇压学院 把以曝光身份的亦美给抓起来 再用身体检查的方式 揪出还没暴露身份的亦美 唯一一位不在校内的亦美就是夏树 因为她在混响祭典的时候 潜入了炎镜制药 救出了已经神志不清的短马尾 五一们也不会坐以待毙 采取行动的同时 遇到了男主和四马尾 没办法之下 就把亦美的事情全盘拖出 安置好男主等人后 五一和小猫决定回校救人 在小白的带领下 八位亦美顺利到达校园的中枢 也就是名为黑药宫的地方 门就在这里 目前从小白口中得到的情报是 如果金毛得不到她想要的结果 六个小时后就把学院和全校学生给轰掉 必须要在这之前压制金毛 并且让学生逃跑 亦美们决定联合小白采取攻势 首先有眼镜被用毛虫屏蔽掉视觉 让校内的人无法看见校外的情况 五一和主任去拦截敌人 在海湾的主力战舰部队 下述小猫和卑鄙女 则是去对付包围着城市 以战车为首的地面部队 见黑妹们行动了 学生会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让学生们逃跑 男主让四毛尾先逃走 想说回校园资源 不但没帮到忙 反而令四毛尾被孤兽袭击 事后失去了走路的能力 黑妹们包围了金毛和人造人 见计划就要失败 当下就发射人工卫星 五一想也没想和火鸟冲上前挡下雷射 意外的让火鸟变成了新形态 冲上宇宙把人工卫星给摧毁 金毛战败 他的心爱之人 也就是西亚斯财团的董事长 当场消失 逃跑的路上 金毛也被潜伏的神父给射杀 人造人在杀了神父之后 选择和金毛一起泳眠在冰湖底下 失去手段的西亚斯财团 不再做出干涉的行为 事情也告一段落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终于十字记正式开始 古朔不会再出现 接下来就是十二位亦美进行厮杀的篇章 夏树当场就揭穿颜值 他从神志不禁的短毛尾口中得知 紫兽被打倒的话 该亦美的心爱之人将会一同消失 就算是自身被打败 紫兽和心爱之人也会一同逝去 每位亦美都非常担心这么沉重的代价 可是这是无法避免的命运 在十字记的期间 红色星星会慢慢接近地球 天灾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大家都没分出个胜负的话 地球将会毁灭 上学的时候 武艺收到了医院的消息 说终于找到美国那里 有捐赠者愿意捐心脏给弟弟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遇到了男主 才知道四马尾因为男主的疏忽 失去了走路的能力 也因为这原因 男主决定隐瞒自己 对于武艺的感情 永远守在四马尾身边赎罪 不巧被四马尾看见武艺的身影 认定两人瞒住自己在医院失会 仇恨令他觉醒了 希美的能力袭击武艺 但因为头皮摆布的关系 没有被认出来 元素武具是长笛 紫兽是会令主人心里黑化的乌鸦 关键时刻是小猫赶来援救 把对方给赶走 隔天武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家 但卑鄙女竟然挑拨离间 说武艺的紫兽 甚至可以冲上宇宙 毁灭人工卫星 让其他希美的心开始产生动摇 隔天武艺告诉弟弟 关于找到心脏捐赠者的事情 但弟弟的样子却不是很开心 一脑子烦恼的武艺遇到了下宿 这时候听到呐喊声 看到的是躺在地上的修女说 刚才被卑鄙女袭击 他们追上去找到的卑鄙女 听到的却是说修女先袭击她 事实是修女用独角兽 制造出自己受伤的幻觉 再把罪名嫁祸给卑鄙女 吹化希美们的战争 因为修女爱上了 一直追求她的美术老师 而美术老师就是一帆地的成员 企图要让修女在十字季取得胜利 得到红色猩猩的力量 下宿和卑鄙女开始了战斗 小猫也过来参战 不敌他们的卑鄙女 甚至被割下了左眼 憎恨心爆发 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候主任有了重大的发现 那就是真正的小白早已去世 现在的董事长小白是假的 目前红色猩猩逐渐接近地球 世界各地也开始了种种的天灾 事情已经够多了 武艺还意外听到弟弟和忍者的对话 才知道弟弟对武艺一直无限付出给他 感到很沉重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负担 这里也暴露了忍者是喜美的身份 这时候武艺才察觉到 如果弟弟和忍者相爱的话 万一忍者被打倒 那弟弟很可能就会消失 就在这时候 眼镜女竟然选择偷袭武艺 又是小猫及时出现保护了他 原来是美术老师一直传信息恐吓眼镜女 说他是唯一一个侦察特化的喜美 战斗力低下的他一定会先被干掉 目的是要催化更多的战斗 这时候小猫被他的项链所控制 动真格要杀了眼镜女 及时被武艺阻止 悲愤冲昏了脑袋 武艺还说出了伤小猫的心的话 两人的关系就此决裂 之后收到医院的电话说弟弟入院了 赶到医院的时候 弟弟告诉武艺说 希望武艺能够找回自己想要的生活 弟弟选择独立 不再成为姐姐的枷锁 自己到美国接受心脏移植手术 突然得到自由的武艺 瞬间失去了方向 这时候在医院被男主 推出来散步的四马尾 发现了失落的武艺 立刻就妒忌心爆发 要求男主在武艺面前倾他 见到了这一幕 武艺的心理状态再进一步的崩塌 同时卑鄙女为了向武艺和夏树 抱他眼睛的仇 拨电话通知武艺自己正在袭击弟弟 忍者带着他逃跑 但还是被卑鄙女追踪到 同时医院通知主任说 弟弟的病房被袭击 主任立刻通知夏树一起去救援 武艺赶去救援的同时遇到了夏树 碰巧他就遇上了四马尾来袭击武艺 夏树拖住了四马尾 好让武艺去救弟弟 四马尾立马就转移目标去追击弟弟 但没想到被小猫看见 激发了他的仇恨心 立刻就被项链控制 变成了狂暴战士 这时在逃跑中的忍者 才告诉弟弟关于希美的一切 也表明了自己爱上了弟弟 眼镜里也加入了战斗 利用毛虫通知武艺弟弟的位置 但赶到的时候 竟然是忍者的青蛙被打倒的瞬间 只见被项链支配的小猫也在现场 就被武艺认定是他干的好事 但事实其实是四马尾的乌鸦 把青蛙给灭了 弟弟也在武艺的怀里消失 武艺发了狂被愤怒支配 叫出火鸟当场就要把小猫给杀了 关键时刻 一名新的希美叫出了六头蛇的紫兽 试图停止骚乱 那就是会长 这时候小猫醒了过来 以为自己做出了过分的事情 流下眼泪的同时 被火鸟的咆哮给灭了 武艺的心再更进一步的被捏 堕落的他此时就遇到了神奇 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别墅 还在现场的下树 就被西亚斯财团的人找上 得知了原来当年 他母亲要把下树卖给财团当实验品 因为事情败落才被一帆地追杀 导致意外死亡 夏树一下子不能接受 在骑车的路上被卑鄙女暗算 导致摔机车被抓了起来 好在会长第一时间把夏树给救了回来 这时候武艺正躺在神奇的怀里哭泣 颜值的出现令事实 有了超乎想象的大反转 原来神奇正是小猫的哥哥 同时也是名为黑药之君的容器 十字记的真正事实就是 每300年黑药之君就会觉醒 红色星星开始靠近地球 这时候就会举办十字记 让被选中的12位亦美互相死杀 胜出的唯一一位亦美会得到 使用红色星星的力量 可以理解为许愿的意思 但代价就是要成为黑药之君的妻子 被封入黑药宫里的水晶中枢 成为水晶亦美 黑药之君再将红色星星重置 每300年重复一次 而小白就是300年前优胜的喜美 同时也是黑药之君的亲妹妹 被封印在水晶中枢之后 把自己的灵魂封印在女仆的紫兽里 因为女仆的紫兽是傀儡 小白会帮助一番地进行十字记 暗中的目的就是要让黑药之君觉醒 然后再消灭它 停止少女们每300年一次的悲伤战役 现在小白的计划已经被黑药之君试破 他就把一把钥匙交给了主任 原来小白把停止运作的人造人藏在了地下空间 把让不让人造人行过来的选择交给了主任 之后就和女仆到黑药宫和黑药之君对峙 战斗移出即发 没想到黑药之君竟然利用哥哥的身份 让小猫为他效命 原来小猫并没有被五一杀死 而项链就是让小猫变狂暴 并且唯命是同的道具 但就算小白变回真身 最终还是战败 女仆还被他完全控制 如今黑药之君正式掌控权力 他以神奇的身份让执行部长知道 其实眼睛没知道会长的下落 在毛虫的帮助下抵达会长的秘密宅地 竟然撞见他试图要亲吻睡着的夏树 两人的争吵被夏树听见 原来眼睛没通过毛虫的监视 知道了会长一直以来都爱着夏树 还因爱成病 每天晚上下药让夏树熟睡 再对他上下起手 夏树第一个反应当然是感到害怕 会长心已死 当面承认自己对夏树的爱 并且决定铲除掉所有的威胁 让夏树活到最后 第一个就干掉了毛虫 让眼镜妹看着自己的好朋友执行 会长在眼前消失 会长离开 夏树也因为在雨天的街道上游荡 生病倒下被送到医院 回到五一的剧情 现在他决定要干掉黑药之君 结束这一切 但在这之前 他选择向男主说出一切发生的事情 并且让关系决裂 因为五一知道如果他被干掉的话 弟弟已经不在了 那牺牲的就一定是他所爱的男主 现在五一去见颜子 博取新人要见黑药之君 这时候后山突然大爆炸 颜子就让五一去探个究竟 原来是正在启动人造人的主任 遇见被黑药之君派来毁灭人造人的小猫 小猫的指授出登场 主任为了让人造人顺利苏醒 让犀牛挡下了致命一级 当场被毁 他深爱的考古学家博士也跟着消失 反正的五一才知道小猫原来还活着 人造人也顺利苏醒并逃离 计划失败的小猫也离开现场 主任被送到医院 留了信和资料给五一让他彻底了解 整个食肢剂和黑药之间的来龙去脉 五一遇到了来探病的学校医生 才发现原来修女有疑点 当下就要去教堂问个清楚 同时在医院 男主碰巧遇见了被送进医院的下述 从他口中明白原来五一要和他决裂 是因为不想让他消失 立刻就到处去找五一 这时候因为黑药之间的完全掌权 让美术老师失去了得到新兴之力的可能性 而修女现在正要为自己赎罪 要干掉美术老师并和他一起死去 五一到教堂和修女对峙 他承认自己就是利用幻觉催化战斗的罪魁祸首 并用独角兽让五一进入幻觉 让他看见了大家都还活着 心里最理想的校园生活 在独角兽失之要吃掉五一之计 男主感到及时救了他 从美术老师口中得知 黑药之君就是神奇之后 修女就拉着他 让独角兽吃掉两人为赎罪死去 同时卑鄙女还没放弃复仇 绑架了体弱又无法召唤狗狗的下述 卑鄙女这时候透露 他最重要的人就是母亲 同时黑药之君让颜子给予会长情报的帮助 让他去歧灭了一番地的总部 还让会长赶去救夏树 一瞬间就把卑鄙女的蜘蛛给毁掉 当会长要进一步加害卑鄙女的时候 夏树阻止了他 并且清楚明白会长也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但不是情侣的爱 夏树取回能力 会长也暂时离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五一刚刚差点被紫兽吃掉 现在又换四毛尾钱来追杀他 看见五一和男主在暧昧 不惜暴露自己就是喜美 还说出自己就是干掉青蛙的人 而不是小猫 现在的情况是两人之间无论谁胜谁败 男主都一定会消失 但男主直到这样下去 他最重要的两个人都会受伤 就让五一杀掉乌鸦结束这一切 让自己的消失结束他们的恩怨 五一下不了手 关键时刻小猫登场 一刀干掉乌鸦 两人都还没正式表明对彼此的心意 男主就在五一的怀里和哭泣声之下消失 目前剩下最后四位喜美 五一 夏树 小猫和会长 天灾的关系学校被迫停学 夏树和五一在学院到处走走谈心 做最后的缅怀 最终之战就要开始 夏树主动去寻找会长阻止他的行动 而小猫将对付前来杀黑药之军的人造人 但却被人造人突破防御 夏树召唤出大型狗狗和会长的六头蛇交战 最后是夏树的胜利 但双方都是彼此重要的人 所以两人抱在一起消失了 五一在颜子的带领下来到了柱子祭坛 十一根柱子的升起代表十一位喜美的战败 目前五一和小猫都还活着 因为人工喜美的金毛也被默认参加十字祭 成为第十三位喜美 现在真正的黑药宫开启 五一也看见了被封印在水晶里的小白 这时候黑药之军又来个大反转 说这次他不再把胜出的喜美封入水晶 而是要让五一胜出成为他真正意义上的妻子 让世界被毁灭再重生 由黑药之军和五一重新创造世界 五一当然不愿意 但在干掉黑药之军之前 必须要和小猫决一死战 同时颜子失守了 让闯进来的人造人解开了最终模式 一刀插入柱子祭坛 竟然把被封印的小白给解放出来 小白用尽全部的力量 让黑美们的心爱之人复活 并取回全盛时期的能力 在黑药之军和小猫一同夹攻五一的瞬间 复活的男主及时赶到保护了五一 在男主拖出黑药之军的期间 五一更是用大爱的怀抱 停止了小猫的狂暴化 知道黑药之军就寄出在项链里 小猫及时把项链给毁灭 唤醒了真正的哥哥 黑药之军的真身显现 同时觉醒的黑美们一同冲向红色星星 把他给彻底毁灭 让黑药之军失去了力量 最终被火鸟的奋力一炮给毁灭 从此以后黑美的力量和紫兽们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世界终于变回正常 小白隐退后 换女服当上学院理事长 由颜子带着小白回到地下 发神经的短毛也恢复正常 和男友相当恩爱 执行部长毕业 眼睛妹将当上新任执行部长 人造人和卑鄙女成为校园的修女 经法是神父 而修女已经和美术老师结婚并怀孕了 下述因为太久没来上学 所以卑鄙补习 会长也毕业了 主任和心爱的博士 成为了历史文物保护卫士 武艺和男主成为了情侣 四毛也还是要继续抢回男主 神奇也还没对武艺死心 四脚链仍然进行中 小猫依然是电灯泡 而弟弟也去了美国 手术非常成功 有人只在身边照顾他 大家终于重返平凡的校园生活 武艺也终于找到了 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 第二季的女主经过 马以姬妹第一季正式完结 这部动漫虽然是我的童年 但说不上是一部非常优异的作品 动画本身其实有蛮多的细节 是没有说清楚的 要个人去翻资料揣测 才大概知道其剧情发展的原因 包括下述的母亲 为什么要把它卖给财团 这件事情 也没有一个说法 武艺的话一开始就被做成 捏到二十五画 才有一个坚定的目标 而且还是越捏越惨的那种 最搞笑的就是小猫这个角色 一直都会在关键时刻登场旧武艺 根本无所无在 喜欢我马姬解说动漫的话 可以将你觉得很棒 又已经完结的动漫告诉我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就说给大家听吧 大家好 我是马姬 我们下部影片见 またね by bwd6 by bwd6